嗨,你好,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Excel so,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指数Index 然后All and Gas 我只是拿到这三个 然后还有一个Property so,这个只是放下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看 最近很热门的叫做Put Warrant so,这些只是可以看的 基本上这个要Excute的 因为你看它是在6月就到期 它的Premium是蛮高一下的 4000多%就是40多倍 然后以最新的指数 还没有更新的指数 这个我要改一下先 今天9号对9号 so,我们的中指指数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个Program 是拿来给我们来看比较一下的 所以我就打KLCI 当然我是选这个 这个Option 这个选的就是Tilt in 2 rows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最新的是1732.44 1732.44 所以一按的时候你一看 最看这边 按Enter的时候 它这边会改改变的 哎这边才对 sorry 这一边和这边 当这个指数上到这个的时候 这一点的时候是 这个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你一看得到它 也是算是高股很多了了 在这边这些情报 全部都是可以从 布萨姆里逊那边 倒入下来下载下来的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是要看 不是这个 这个是要看当天的价钱的 我们是要看这个是什么 Program 然后最重要就是这个 几时失效 就是你如果没有在这个价值以上的话 它是超过低过这个价值的话是 它就会完全没有效 就叫做 Expired Debt 无效了 然后就是这个 就是它的使用权 不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Exercise Price 然后Conversion Ratio 这个Unit就是来算 我们可以买多少的 通常这些一开始的时候 全部都是在 如果是issue Broker 就是CNB 全部都在CNB那边的 然后这个是内在价值 当然内在价值有分两个 在这边我只是算它的 这边的价值吧 不要放它时间价值 这Premium呢 你看到Positive 就是 正数来讲的话 它就是 买贵的意思这样 所以在这边最重要的 还是看这三个东西 然后我们要 打进去的 事实上还有这个 要更改的是这个跟这个 其它是不需要 这些全部都是 已经有那些方程式 可以去算的 so 好像他们讲 当熊市到来的时候 我们那时最高的 去年最高的指数去到1896 如果是24% 这个是真的是小松来的时候 我们会跌到1516 以目前来讲 这个的确是蛮有可能会到的 然后你如果 如果 我们要算它的那个价值 如果 是看一下 HB HB 所以这里当你按的时候 它要出现下面这边 所以HB的价钱是0.34 这边也要更新了 0.34 HB HB HF 0.88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然后这下就是HG HG就是0.28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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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更新一下 我们才可以看到最新的 然后 接下来是hi hi就是1.03 hj hj就是 这边来看的是0.435 0.435 好 更新的时候 你看到 如果根治这个指数 1732.44来看的话 他的内在价值 这只是他值得价值 这个是复数 复数来讲是 是没有价值来讲的 所以你一看到这边 只是到这个 他只价值这个 so他的那个 买贵的是50多巴仙 这个才算还好 之前是百多巴仙 那时是严重超过 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价钱 0.34进场的话 还蛮好 然后这个也是 9月这个之一这个就 要看很很个人一下了 因为你看一下这边 这里 我就大概 不该如此推了一个 好了 接下来 要怎样运用这个 Excel 就是你 当那个 他有一个 buy 跟sell的时候 如果你要排在价位的时候 如果是很多人排的话 你通常都是 skip那个q 那些在这边是 buy 这里是sell 这里 比如说是 0.35 然后这边 一开始的时候 在下个 8月 也就是 13号的时候 这边是 蛮多人排队 比如说有 你看到这样 这里 比如 在这种情形下 然后指数 还是这样 比如说还是这个 然后 在这边你就 按0.35 所以你要看一下 会跪到哪里去吗 不会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就是这样简单 这个就是看一下 很考虑 心里账 心里方面的因素 so 如果你认为 我们的指数会跌到 在7月31号之前 还会跌到这个 1516.8点的话 所以你就这样打下去 1816.8 1816 不好意思 你看到这个 当你看到这个是 负数的话 这里就是折扣了 就讲如果你有 以0.34这个价钱来卖 或是0.35 他的0.35 卖进 值得0.545 价格 那么你就是赚了35%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当然这个是越高越好 负数越高越好 如果 在10月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 为怎样看的话 我们的外汇是 整个指 马鞍股 基本上不是很看好一下的 如果他会跌到 我看 如果 如果是最糟糕的 今天 如果跌到这个价位的话 这个 30%的话 所以我们就放1327.2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是 那时 开市的话 他是 29 0.285 在这种情形下 通常是直接吃上去算的 就是这里放0.29的话 你看到 我以0.29的价格 卖进 0.7亿 大概是0.7亿的 价值的东西 这个是 预算他呢 只是会去到这里 这个就是他们 其中 用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 我每当我要卖进 这个PUT完了的时候 我一定会这样检查 检查这些东西 这个是其中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是 看他的那图 先看这个图 关了几个先啊 好就是指数 当你看这个箭头的时候 当我在 我的这个箭头 你看得到那颜色吗 看到黄色这个 OK 你看一下 当我在 我就是指着这里的时候 下面这里也是 也会一样一条线的 你看到吗 当我鱼去往右 往左鱼的时候 他也是跟着鱼的 所以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他到 这边我再拿过去 他是同样的 ok so 这里 我们要 要赚钱的话 要在 怎样在 PUT完了这里赚钱的时候 就是这个指数 向下的时候 他就是向上 当他向上的时候 他应该是向下 不过这里就是 因为太多人知道了 所以 他一点要 特别的 去算计一下 就好像用这个来评估 这也是其中一个 就是很多人 会认为我们的指数 可能会跌到这一点数 所以他们以那个价钱来卖进 这个就是他的其中一个玩法 所以当然 你看你的时候 你也要综合 这些 基本的算数 看你有没有买贵 有很多人 卖在很贵 比如说 在这个HP的时候 那是最高价 你可以看到这边 我当我 我这个 放在这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 那个 他的 开市价 最高最低 跟收市价 还有成交量 还有转到 啊变化多少 然后这也是乐器 这天是最高的 这天是7月1号 7月1号最高 最高价是0.415 你看下 0.415的话 0.415的时候 那时是指数到这里 如果他 能跌到1327.2的话 你还是有整 50%的赚付 不过这个是 前提之下 你这个指数是要7月31号 跌到这个点数 你才会有这样的赚付 不然的话 你 就 不要看了 就这样简单 接下来 我换掉这个 我换去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 在 扑扑里面是 时间点 是最长的一个 就是到 11月30号 也就是我说的这个 这是唯一一个值得看的 当你自己看一下的时候 这里 我要调整一下 这里的时间 跟这里 这里 它是开到 这里 就是这一个乐器 我来调整一下 好了 所以你一看一下 这里大概还正常一点 你看一下这里 从这里最高点的时候 它已经是转入了 它的那个 拉烛 这个是阴拉烛 这个是阳拉烛 阳拉烛是 开低走高 或是 开市价 是正确来讲 收市价是高过开市价的 这是开市价 OK 所以这是阴阳拉烛 它的那个力道 是越来越弱的 你可以看到 是没有量 基本上是 那个量是开始少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在这 这三天开始进 但你看到这个 这十字星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一个 信号跟你讲 市场已经是 市场已经是 拿不到主意了 所以在这十字星的时候 这个时候进场的时候 你看一下它是 在十一二十八号 它是 最低是 0.065到 0.075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里 天津场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赚富吧 十字星这里 哦 OK 0.065 可以去到 300多巴仙 从这里 11月 28号 到 大概是这里 好了 这里的时候 或者是这里 也是可以卖的 这边 这边下的时候 通常是在这边卖 这边你看一下 这边它的操作 这个平单的时候 你要看到 它乡下的时候 它一开始乡下的时候 你就卖进就对了 那像 这里它开始要反弹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边 基本上是这边 这边你看到这边是 那个量是这样推上来 通常是第一 第二 第三天 这你就卖出了 所以这边卖出的话 是 就是这一天 这一个蜡蛛啊 你的赚富都有 181% 如果你是很很神神的话 300多巴仙 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回错来的 你看一下这边到这一天 这一天基本上 上次也是很疯狂了 因为这天 7月1号的时候 突然间 我们的 有一个报告 讲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出口盈利 超出一股110亿了 所以在第二天就是大起 你看到是18.8 这就是昨天的指数了 所以接下来明天会整 不是明天下个交易日 就是下个星期一的时候就是 13号会怎样我就不清楚了 然后这就是看 今天下怎样啊 至于这里我可以讲它安全的价位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0.2 跌到0.2的时候 我或许会考虑一下 或者是看一下 这也是不一定是一定的100%的 所以这是它的策略 怎样用这个Excel来看 算一下 这边也是当然 这个 我是用 formule来算的 就是用方程式 乘0.8 就是20%的话 就是乘0.8 这里有0.8 然后这些Oil&Gas也是同样的 Oil&Gas要改的就是这个 跟这个 它和指数不一样 是因为这边是一样的了 我已经是hyped了 它的已经是隐隐了进去了 这里也是和这里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只是这样 减续下去罢了 所以这里就没有必要改了 所以这里我就 我要省位置我也更容易看 我就直接 改这个跟这个就好了 然后同样Oil&Gas 这里就是它的母股 跟它的 这个 平单的价值 以目前来讲这个 石油价来讲的话 这里我只搞到这三个 然后到11月30号 这些就是如果哈你这个价格 你这个价格买的话 你是买很高一下 以目前为止 这没有记住 应该是2.5亿了 2.5亿来讲的话 你的 真正的价值才0.093而已 你买贵这样多 不然我们是看 它会到这个 这个目标价 这个我们就是要综合很多因素来看 如果你要 要去玩这个平单的话 你要综合两个东西 至少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基本面 基本分析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分析 然后这个就是 产业产业也是只有这两个 至于这个 这个 还要看一下谁 因为你看一下它的 它的那个价值是蛮高一下的 它是没有价值的 至于那个油气股那边 它至少还有价值 不过你这个买进的话 你也是废纸一张了 因为你这个价值来买进的话 你真正价值才值这个 所以你是给贵了一脚多 然后如果它是 但是 达不到这个价值的话 是你 也是 直接亏本 亏本完你所投资的钱了 好这个就是 我 所上传的Excel 谢谢收看